美国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提出法案 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将台湾视为一个北约加国家的社区成员 拥有与日本、南韩、澳洲、纽西兰以及以色列一样待遇 以加强美台防务合作 顾邦金今天发布重大讯息 宣布成功收购日证资金预50%股权 此来确定成为国内首装金金并成功案例 接下来就等金管会审核通过 党产会去年9月认定 中华救助总会为国民党附随组之后 今年再度开会认定 就总名下财产属于国民党时代所取得的不当财产 要求将近新台币9亿元资产移转国有 体育署竞技组代理组长兰坤田今天表示 上午共有10名运动选手完成疫苗接种 其中包括东兴帕拉林匹克运动会国手 以及台湾网球小将曾俊新 新唐雅开电视总理报道